望线,线线的白月光,第四集,于是开口道,西尘,你去齐黄温室的驻地把他们的当家人温情请过来吧,我一个人解不了这小子身上的毒,蓝西尘震惊了,这,竟然有他们家一手一个人解不了的毒,三长老一瞪眼,快去,蓝西尘也急忙转身离去了, 涂流未无限,可怜兮兮的艺人在要事,看着三长老问道,三长老,我,我还有救吗?不等三长老回话,蓝忘机已经拽着六长老来了,看着六长老那凌乱的头发,三长老问道,小六,你这是去干嘛了?怎么头发乱成这个样子?六长老道,哎,现在的小孩啊, 越来越不懂得尊敬长辈了,蓝忘机讨饶道,六长老,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杏仁膏好不好?你先给魏英看看吧。 六长老满意地坐下,开始给魏无羡诊查,嘱咐道,魏家小子,我把灵力打入你体内,不要抵抗他啊。 魏无羡诊点点头道,麻烦六长老了。话音刚落,六长老已经把灵力注入了魏无羡体内,查看完毕,六长老收回灵力道,嗯,确实有咒术,就是这个咒术导致你看人看不到本来面貌的。 蓝忘机疑惑,那,那个毒。三长老解释,那个毒只是其辅助作用的,加强咒术功效,让他心内不由自主,对关心他的人产生一种厌恶感。 蓝忘机问道,那好解吗?六长老道,小事,先让老三帮你把毒解了就行。 魏无羡听罢,就站起来行礼道,多谢三长老,六长老。 说罢,便准备和蓝忘机离去了。六长老不解,你去哪?不让解毒了? 魏无羡疑惑,三长老不是说他一个人解不了吗? 六长老好奇地看向三长老,你,什么时候这么弱了,还没出口,就被禁言了。 三长老道,西沉这一来一回,大约需要两天,两天后,忘机,你带魏家小子来我这,我们一起解毒解咒。 蓝忘机和魏无羡便离开了。 看着忘心二人离去,六长老自己解开禁言树,问道,老三,你干嘛呢? 三长老神秘兮兮地道,我给大家找了个未来主母。 六长老提高声音精道,未来主母。 三长老一瞪六长老,你那么大声音干嘛? 六长老急忙压低声音,快,仔细说说。 三长老继续神秘兮兮,我这次外出游历,受了点伤,正好被那个丫头救了。 然后我们两个因为兴趣相同,便一路同行的。 这丫头,品性不错。 六长老道,叫什么呀? 三长老伤心了,不应该关心一下我的伤吗? 六长老催促,快说。 三长老道,叫温情。 我去他家还做客了一番,一个女子,年龄也不大,却把他们一脉治理得井井有条,很有当主母的样子。 六长老看着三长老的样子,给他泼了盆冷水。 可是,两人不见得能看对眼啊。 而两人看对眼了吗? 此时,蓝锡尘敲开了齐黄温氏的门。 看着开门之人,蓝锡尘主动行礼道,在下姑苏兰是兰换蓝锡尘,前来求医。 开门之人点点头道,进来吧。 到了药房前,那个老者道,小姐,有人求医。 温情道,知道了。 马上就出去。 蓝锡尘听着这清清脆脆又十分干练的声音,声音很顺耳。 看着走出来的女子,蓝锡尘瞬间入迷。 不见小家碧玉的温婉,却有一股普通女子不常见的音子。 此时,蓝锡尘的心里只觉得这个女子顺眼,很顺眼。 而且,听三长老的意思,似乎温情医术很棒。 蓝锡尘看着眼前的女子,躬身行礼道,温姑娘,能跟我一起去蓝室吗? 温情震惊惊了,不是说求医吗? 这是要拐人。 蓝锡尘尘尬了。 呃,这话说得好像有些奇异。 蓝锡尘解释道,是我们家三长老说,让我来这求医。 我家有个病人,三长老说他身重其毒,一个人解决不了,让我来请姑娘去蓝室帮忙。 温情听着蓝锡尘的解释,点头答应,立刻转身回去收拾了一下,便出来交代了一番。 温叔,这几天要劳烦你照看一下家里了。 一旁的那个老者道,小姐尽管去。 温情转头看了看蓝锡尘,着急道,快走啊。 愣着干嘛? 蓝锡尘愣愣地跟上。 温情这前往蓝室的一路都很兴奋,前几天他见过蓝室三长老,确实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,但是他都解不了的奇毒,那该多有趣啊。 路上,温情想打听一下关于那个奇毒的事,但是突然间发现自己,似乎忘了问这是谁了。 不过,气质衣着相貌,常常能透露出人的身份,温情尝试着教导,则无君。 蓝锡尘道,嗯?怎么了? 温情点点头,心里了然,原来还真是那个三长老每天都挂在嘴边吹嘘的他们家大公子啊。 温情道,你知道关于这个奇毒的事吗? 蓝锡尘摇摇摇头,我弟弟的朋友因为看不到人的真实样貌而去求医,然后三长老便说自己解决不了,让我来找你帮忙。 温情突然间有点不太想去了,看不到人本来的相貌能中的毒就那几个呀,依他所知都不是什么厉害的。 但蓝氏三长老却要他一起去,总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。 然而,也没有用了两天,一天半左右的时间,蓝锡尘便抱着温情欲见直奔钥匙。 到了钥匙,温情拽住蓝锡尘把他也按在了床上。 三长老急忙跟上,锡尘,这是怎么了? 蓝锡尘道,无事,你先给阿晴看一下。 他脚崴了,温情怒道,看什么脚啊,你腿不要了。 先看你腿,我脚又不要紧。 三长老顺势看过去,只见蓝锡尘腿上的裤子确实有血迹渗出。 不过,等三长老诊治完,他只想呵呵一声。 蓝锡尘你也是精通一理得呀,只是一个崴脚弄得活像骨折脱臼了,有必要吗? 还有温情,好歹也是有起神医之称,这点皮外伤还这么紧张。 于是,蓝锡尘和温情便被轰出了要事。 而闻讯而来的蓝望鸡和魏无羡看到的只是三长老一人在屋里。 蓝望鸡问道,三长老,兄长呢?伤得严重吗?